国务院总理李强28日在京会见美国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李强表示 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堪称中美经贸合作的成功范例 事实表明 平等合作 互利共赢才最符合两国根本利益 希望美方同中方更多相向而行 遵照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 推动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将始终向外资企业敞开 中方言出必行 将在扩大市场准入 强化服务保障等方面继续下功夫 为外资企业提供更优的营商环境 更有力的综合支持 让各国企业安心放心地投资中国 马斯克表示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是特斯拉表现最好的工厂 这得益于中国团队的勤劳智慧 特斯拉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合作 取得更多共赢成果